高僧传里的一经大师们 东汉时期,汉明帝梦见惊人之后,派遣大臣前往西域寻求佛法 于是,中国有了最早的佛教高僧 根据《会教高僧传》中的记载,最早进入到汉帝的僧人是摄摩藤和祖法兰 他们都是来自天竺的僧侣 摄摩藤可以通过讲解《金光明经》来化解两国纠纷 而祖法兰读经破万卷,自称是天竺学者们的老师 可是佛法出来中国,却没有人归信 纵使摄摩藤和祖法兰满腹经纶 他们又如何向没有经的众人讲经说法呢? 于是,早期来到汉帝的僧侣们,开启了一经僧模式 一经事业的开端 总的来说,东汉时期的僧侣多来自西域 翻译经典是他们在中国弘法的重要活动 比如当时的语言天才安世高 从安息国来到中国二十多年,翻译了三十多部经书 高手如云的一经僧团 随着思路贸易的往来,西域佛子陆续前往中国弘法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别的历史原因 来到中国的僧侣几乎都是高手 智楼嘉称,来自一个叫悦知的西域谷国 有些书也直接把它叫做支称 他的修行非常深 性情开阔又激拧,精进持戒而闻名西域 汉林帝时期来到洛阳 翻译般若道横、波舟、守能岩、阿舌世王、宝基等十余部经典 后来,因时间久远 他翻译的经典没有被记录下来 支楼嘉称也成为了一个传说 根据高僧传记载 支楼嘉称却有其人 只是关于他的信息太少了 一生的书都白读了 东汉末未朝初年 还有一位叫做坦科加罗的天主僧人 来到洛阳弘法 坦科加罗生于佛教家庭 有着让人羡慕的慧根 有一天,他看到法圣皮坦 随手拿起阅览,发出一声感慨 啊,我以前的书都白读了 他像一位比丘琴法 听完后,身无因果,开始出家修行 他是思路商人,也是一经居士 在当时发信翻译佛经的人员中 除了僧人之外 还有一位叫做安玄的在家居士 安玄和安氏高氏同乡 他们都是从安息国来到洛阳的 安玄是一个守正清白 又名义礼,有情志 好读书的国际贸易商 汉林帝末年,他沿着思路来到洛阳 安玄在洛阳做什么样的买卖 如今已经不可考证了 因为历史上只留下了有股两个字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来往各地经商的人 安玄是一个商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觉悟 有会跟的佛弟子 他把佛法的事都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在和汉人通商贸易的过程中 他渐渐学会了说汉语 于是发下心愿,要宣传佛法经典 他跟随僧人一起讲论道义 和僧人言佛调一起译出了一部法禁经 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呢? 答案是,安玄口译,言佛调用笔写下来 安玄会演读剧,很会找搭档 言佛调可能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 第一个翻译佛经的中国僧人 言佛调的写作能力非常强大 他曾撰写实惠,连安是高都赞叹不已 梁慧角高僧传序 慧角撰写的高僧传是一本奇书 他是最早的高僧传记,会缴把东汉至南朝良代的僧人故事 写得生动沉着 红一法师,印光法师,太虚法师,他们也爱读 红一法师曾说,想做一位亲近的高僧吧 就拿高僧传来读,看他们怎样行,我也怎样行 这样一来,人家是高僧,咱们自己也是大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